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沈师傅请来 料理龙虾 然后 我来帮她洗碗 我来接杯水喝一下 这水都是指引的对吧 对 这个是坏的 然后 对 那个坏了吗 这个坏了 所以要 它写着 要不去那边接 还有它或者有水锅 可以用那个水锅上 没有生姜 对啊 有酒 要不加酒吧 家里有多少酒 嗯 那个 有点果酒 用果酒吧 要不然去 你做什么呀 龙虾 龙虾面 龙虾面 你今天有口福了 你今天有口福了 这个我先冻起来 我冻起来吧 这一句 大会我们经理问我去干嘛 你去吃了龙虾 对 你们几点钟上班 呃 我们 其实上班比较灵活 基本就是上过八小时 然后你想早来早走也行 我听话好几个人都说比较灵活的上班 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 像有的他们六七点就上了 然后三四点就走了 然后像有的人可能九点上 然后就待到六点 这样 反正把时间上满就行了 对 这边会有打卡这件事吗 可能那种比较大的公司会有吧 我没有 还下班啊 可以怎么加班 一般都不加班 这种加班肯定哪里都欢迎啊 一般没有加班 一般不加 很少很少 我可能加过一次吧 自从我上班 不有可能事情做不完吗 其实大家就是 里面就是没有什么事 是不能明天做 明天还有明天 对 对 只要不是 只要不是真的是那一种 特别特别紧急的事情 不是那种说 我们今天要录住了房子 还蛮好的就是 反正只要不是那种类型的事 都可以等到明天做 老了就来这边养老 没有什么不是明天不能做 只要你明天还有三宝 我就没理想 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 我有点不适应 因为感觉在国内的话 就是你要等领导先走了 对对对 你就要在那边磨一下 然后之前刚开始上班的时候 就刚到五点吧下班的时候 我们经理就问我 你怎么还不走 你怎么还不走 还不走 就是你可以走了 那种意思 对对 他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还不走 就是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走 反正你刚下班 你就赶快走了 那一种 在国内的话 还要拼加班文化 A企业加了班 小一杯比鸡也好 比鸡也好 比鸡也好 比鸡也就也要加班 那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龙虾面 这是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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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柠檬 这是大花 这是大秋 对对对 大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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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酒 这是生抽 这是生抽 所以咱来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龙虾面 对 所以来YJ 还有龙虾面可以吃 对啊 这是DIY一切有可能 龙虾都不是YJ YJ高达 门口随便捞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没时间熬 真的好吃 还没熬出 但是也还是挺好吃 那下午熬是吧 晚上吃啊 可以 这些壳只是给你看一看 一会再熬 晚上再熬 直到来摆盆 你们都是海边的时候 对 海边的时候 所以你们就懂 我不是 现在是 我不懂海鲜这些 嗯 这个可起码可以熬五次 真的吗 真的 省一点 哦 我每次这个豆 我就吃 我就扔了 或者就熬汤 还好吃 没有你整个吃的话 那肯定就扔掉了 嗯 主要是贵 还是因为 所以我说熬五次 这个壳都烂了 这个龙虾你看 虾膏 嗯 很肥 你们去凯库拉 有捞东西吗 蛤 你们有去捕鱼那些吗 这不就是我们捞虫 你们说是 我们从房东桶里面捞虫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有技巧性的从房东里捞的 嗯 我只是少走了一个弯路 中标率百分之百 对对 试抓了 快吃吧 在这边你们也能能捞到这个龙虾吗 海边 应该多有 我们这捞不到吧 我们这儿没有 就是凯库拉 就是凯库拉 凯库拉好 其他地方应该也有 但是凯库拉就好像是 特别多 特别好捞 这个龙虾捞好 新鲜 它早上干捞的 嗯 对 就是我之前有朋友住在凯库拉 他们就说 邻居牢给他们弄下黄虾 是啊 因为他们也有 哦 难怪他们家 那个黑金鲍那个壳 特别多 哦对对对 哦 黑金鲍也从那边出的 对对对 就是之前那个 哦之前地震的时候 不是还全都漏出来了吗 他们还是把那个鲍鱼扒下来 然后扔回海里面去 救鲍鱼 哦 这救鲍鱼型单 你真小吗 是啊 对 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是个毛利人的 什么东西 我对基督城有好多这种 基督城有好多这种 嗯 这种 街头艺术 哦 还特别像市中心那边 地震了以后 可能就好多那些房子 它就被震坏了 然后就闲置了 很多人就画了很多东西 在那些墙上 那还挺好的 哦就特别基督城这边 嗯 有一种颓废的文化 基督城跟奥克兰 还有惠林顿什么的 有一些什么显著的区别吗 就建设风格啊 或者生活方式啊 有什么自己的特点吗 感觉奥克兰跟惠林顿的话 是比较更都市一点 我感觉 基督城特别是地震了以后 就感觉市中心也就消失了 然后就好多那些 它都挪到了市边上 然后你就感觉 中心也不是特别中心 但是现在 就是复建了以后 现在都 已经越来越好了 就是它已经有了那个 新建了商场 然后有商务中心 然后慢慢感觉 市中心又回来了的那种 哦 就以前市中心受灾很严重 很多房子 然后好多商场 它就搬到了 东南西北各个角落 就挪出去了 我们往哪边走 然后这个就是 那个公园吗 对 这么近 我旅社在那边 我们要往那边走一点 去那个旅社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下一个旅社 哦 本来说公园 刚才不是大话介绍说 很值得逛一逛吗 然后另外一个也很近 我们就顺道一下去看一下 对 然后基督城就有两个旅社 另外那个就感觉 比较像那种 比较那种家庭式 更小众范一点那一种 然后这边这个就感觉是 因为它是后来改建的 它原来是一个motel 就是那一家 是后来改建的 改建成一家轻旅 然后这个是博物馆 前面这一个 这个 嗯 当地的博物馆 对 就是坎特伯雷博物馆 哦 坎特伯雷就是这一个区的名字 哦 坎特伯雷 嗯 很出名的坎特伯雷 嗯 那那个什么 哦 大学是 在这附近吗 大学在城的那一边 和这里是两个方向 应该城的西边 嗯 这个是城中心 这里算是 这里是城中心 然后那个就是另外那个 铝色红色的那个房屋 嗯 它是说十分钟吗 不行 嗯 那这边有什么夜生活吗 诶 周五晚上好像有一个 night market 在那个 在那个市中心那个广场呢 周五的晚上 对 就今晚 哦 哦 但我好像从来没去过 今晚我们可以相约去一下 在这 哦 这确实看上去上下 对 这间旅社就历史比较久远了 也蛮美的 这个房子历史比较久远 走吧 其实它也就是隔了这一个房子 这也就是三分钟路程 在新西兰就是如果它有这种黄色 橘黄色小圆圈的这种地方 就是车要让人走 车要让人走 对 就是那种橘色小圆圈 哪里是橘色小圆圈 哪里是橘色小圆圈 就是那个那种橘色的 然后斑马线 哦 然后车要让人先走 哦 这一个 对 就是这一 这太近了 这不需要十分钟 这就隔了这一个建筑群 就是 你看它这个很有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人会摔跤的意思 哦 因为它这个就是这个 可能自行车卡进去 哦 这提示说明 所以你要小心 那走吧 我们过去吧 其实这一块区域还挺漂亮的 有这种老建筑 走吧 哦 对这里面 这个是那个 art gallery 就是艺术馆 你可以进去逛逛之后 对 art center 嗯 这边当年是 这边当年是 当年人买车是不是都很平易 对 这边就都是买二手车 基本没有什么人买新车 二手手很实惠 然后像对 特别像如果你买到便宜 像两三千呀什么 就可以买一个车 两三千 对 像他们好多就是来旅行时间比较长的人 他们就先买个车 然后再卖掉 对 游客也可以买 对 然后买了之后等你旅行完了 再卖掉 之前我们买到车市场的时候 你不说过车吗 你装作又不知道了 嗨 我来自国公司 我们在厨房里拍摄一些拍摄 所以我们只要看一看公共的地方 是可以吗 没问题 谢谢 没问题 我的窗户还是这个样子 这是公共厨房区 这是公共厨房区 这个是厨房 这个厨房做饭 还可以看到这种老建筑教堂一样 对 这个感觉 边坐还可以一边感怀一下 感怀一下 岁月和时光的流逝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我放塑料袋的 吃过片了 是啊 再看看别的什么区 然后像这间旅社它就是有点古建筑 它就是受到那个政府他们保护 就是如果我们要改建什么 要通过政府批准了才可以 认识 对 对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新建一个卫生间什么的 都要通过政府批准才能改 对 这个就是 然后像这间旅社的话 它的那个卫生间都是在楼下 所以这些就是卫生间 这全是卫生间 你看 还有事业线的 没有事业线的去哪上 去那一间 去那一间就管 看一眼 这个错了 这个不能拍 我只是看一眼 我只是好奇 这个是什么呀 锁起来的 这个 通管厨房 你看它这个锁还这么古老 好古典的楼梯 上去看一看 这是它的室外花园 这个空间比较小 这个空间比较小 这里都是禁烟的 YHA都是禁烟的 是吧 新西兰它法律规定不能在室内抽烟 不能在室内抽烟 就任何室内都不能抽烟 对 就是公共区域室内 但是好多家里面 它安那种烟雾警报器 如果你抽烟它就行 它就报警 就直接跟警察串联在一起 就被抓起来 对 就被罚款之类的 反正是违法的 它这是公共区域 对 然后新西兰都是 回销里介绍一下 哪个 地图吗 还是 整个YHA的这个 对 然后这些就是YHA的地图 看北岛那一些旅社 就是YHA 它就是 在这些主要的旅游城镇的这些YHA 它是直营的 然后还有那种加盟的YHA 就是他们私营 然后加入到YHA这个组织里面 哦 还可以这样 中国有YHA 对 中国有 中国的Y 中国就青年旅社 这叫青年旅社 嗯 是不是设置的点都是一些 就是比较出名的那种景点 对 基本就都是就是那种旅 就游客比较多 但像有的地方就是 可能外国游客不是很很认识 但是这个已经没有了 你去过哪些地方 觉得好玩的 有没有推荐给大家的 在西西兰 其实都挺好玩的 这这一片 这一片就是那个很多 有那个很多很有名的步道 还有霞湾地区 就是 Tiano这边 还有营火虫洞 你们之后要去的 我们在那个上面 已经找了个地方 看了营火虫 哦 那个Ytomo这儿 也可以看营火虫 我们在 我们是看的免费的 Doranga 啊 就那个蓝泉 那个地方 但是这一边还有营火虫 我们到时候可以再去看一次 对 然后像这个Montcook Tekapo 就是不用说话 就是在中国游客里面 也非常受欢迎 是啊 迪卡波湖 然后西海岸也很美 西海岸就是那种 冰川雨林 还有那种海景 路面会不会结尾 对这边很美 还好吧 应该其实不是很冷 比较冷的可能是就是中部高山 像这个区域 他们不是提供的那种就是旅游项目是飞飞机可以去看 然后再把你放下突破吗 你觉得有必要飞飞机吗 France Joseph 他那个 他其实他主要是把你带到冰川上 然后又如果你徒步的话 你就上不去 他把你带到冰川上 然后直升机就下了 然后你再开始徒步 我觉得那个特别好 我觉得这可以体验一下 就是直升机把它飞上去 对那个冰川 太美了 就是真的是这种感觉 我看不是有一些也有那种不飞上去 然后直接直接徒步冰川的 也有这种 对 但是就是那样的话 你就去不到像这样的地方 你可能就是去到边上呀 之类的那种 但如果你要去到这种地方 你必须要直升机把你飞上去 那还是要飞进去 有点像那个天气预报 旁边摸一摸就行了 你看这不是已经打过卡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Able Tasman 就这边也有很多那种步道 就是这边的步道就是海景的那种步道 那这个我看惠宁顿指的是这个local市场 那是在惠宁顿就是要去这个 这个市场比较有名吗 这个是个周末市场吧 好像是周好像星期天早上 那我们看了很多星期天 这边有吗 基督城基督城也有 有周六的周天的都有 周六周天的早上 周六的话是在那个Richton Bush那里有一个 那明天就周六 明天周六 明天我们就可以去 是不是每个城市 都有都有 大大小小的都有 就跟我们赶早市一样 那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是中国人卖菜的比较多 他其实他其实那个他这个market有也有一些风格比较不一样的 有的就是感觉像亚洲人中国人卖的 对对对对 奥克兰就是那样 对还有的就是比较西方的那种 二手的东西 对卖什么cheese之类的就是就是比较偏洋人风格的那种 我们在哪里看到那个 罗托鲁瓦 我们在罗托鲁瓦看到的那个吃的 有很多好吃的 吃 哦你们去那个奥克兰都去了就全是中国人卖菜 就跟菜市场一模一样 对对但是那个奥克兰他也有他应该也有那种洋人的比较西方化那种可能去了一个比较中华人导师 你在哪里下学了 哦我是在Palmston North 一个就是一个名不见就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名不见金庄 就是离慧林顿开车一两个小时的一个地方 哦在这个中间我们没停留哈这个地方 嗯我们直接穿过去了 嗯然后这个New Plymouth就是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山 知道知道就是有一个火山 新什么Moth 新GreyMoth 新GreyMoth 那个Taranaki 所以这边现在游客尤其中国游客还很少 嗯但是就是这边它要好像 它要新弄出一个一日游的步道来说 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下一个唐加利罗 那对我估计还是TNC最牛逼的 嗯我们去的是哪个 我们去的是这个 对我们去的就是这个汤加利的 这个 这个确实漂亮 对 诶 这没路啊 你有带到厕所了 乖过去又是个厕所 厕所隐藏在各个角度 这里好像就是比较小 确实比较小 这个怎么看 我都以为是个杂物间 哇 这个好看 对 这个窗户 这才是个正楼吧 感觉这个楼比较宽敞 哦 这样就下来了 这里比较小 这一间 房间数少一点吗 我发现这边好像基本上都没有空调 是因为它夏天不会很热 夏天 它就 对 好像一般都没有空调 不是很热 这边夏天 就是可能最多就30度这样 但是 它就有暖气 有暖气 在山上吧 可能就是比较高山的地方 有的地方是常年积雪的那一种 刚才帮我们下的了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谢谢 中国人缺少了这个体验 有点可惜 你 准备 I'm on me